近日,艾德受邀出席了首尔时尚音乐派对WaterBob的演出 而其后,就该场演出还网上有网易 以好像能看出艾德的人品为提发文 提出了艾德在表演期间的态度问题引起网友讨论 该名网友提到,微卷在WaterBob庆典上向观众挥拳相向 而舒华更瞪着观众叹气一直换位置 然后在直播上已说了,不是让你失可而止吗的话 在这小小的琐碎中,就看到了他们的人品 以下为是网友对此文章的评论 一,今天也是完美的唱了现场的艾德 对化了妆的孩子们,瞄准脸部设计是什么啊 大家都很难睁开眼睛,却一直只射在脸上 是不是应该让几百个人一直对着你的脸喷水呢 二,因为只射在脸上才会这样 小琴也一直提醒说不要射在眼睛上 舒华戴了隐形眼镜,而回轩的眼睛接受过激光手术 三,都是成年人了,就应该带着概念去看演出啊 歌手们难道像你们一样,只是去泼水的吗 当然是去演出的,但是总被人对着脸喷水 换做是你,能乖乖挨打吗 五,舒华昨天在直播带了美童 但是因为被水喷了,美童一直转着找不到位置 所以说,睁开眼睛都很难 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,没人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感谢观看